不同人制作电网,爸爸制作。 电网这玩意还需要制作吗? 那不是一眨眼就做好了? 首先,我们使用任意方块当做柱子。 柱子摆好以后, 拿出方块复制品和铁栅栏把中间给填满。 你们看,我的电网就大功告成了。 是不是跟现实中见到的一模一样吗? 妈妈制作。 狗华他爸那做的是啥玩意啊? 那不就是一个铁网吗? 还是看我来制作吧。 现在做好了给他通上电。 不过别以为这就结束了。 接着我们打开触发器, 点击事件,点击玩家, 选择玩家进入区域。 这个区域框选在这个电网。 然后,点击动作, 点击玩家, 选择击败玩家。 最后转换玩法模式。 你们看, 我的电网就大功告成了。 不光外观像, 而且真的有电, 一碰就会直接隔屁。 不同人制作收费床, 爸爸制作。 今天的比赛, 我怎么感觉有点怪不好意思的? 你一个衣服都不穿的部落人, 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? 好像说的也对。 你们看, 这就是我的床。 然后呢? 这边是我的存钱罐。 然后呢? 你们可以往这里面放钱。 还有然后吗? 不完钱就可以睡我的床了呀。 这不就是收费床了吗? 我理解的是不是满分? 妈妈制作。 我滑他爸那就是来搞笑的吧。 谁要睡他那个又臭又脏的床呀, 还是看我来制作真正的收费床吧。 首先在地上放一张床, 接着在床前面放滑洞方块和减号方块, 床尾放加号方块, 接着在这里位置挖一个五格长的坑, 在里面放上电线, 电能增幅器, 电能比较气, 还有箱子, 然后拿出任意方块把床给遮挡起来。 你们看, 我的收费床就大功告成了, 想睡觉的时候在箱子里放上钱, 床就会推出来, 这样就可以美美地睡觉了。 不同人制作打不开的门, 爸爸制作。 制作打不开的门那可是我的拿手好戏, 因为我经常就进不去我自己家。 你为啥会进不去你自己家? 总会你就明白了, 首先我们制作一个门框, 在里面放上铁门再装上开关, 然后转换玩法模式。 你们看, 现在门是可以随便打开的, 但是我们把这个开关敲了以后, 门就打不开了, 跟我要是丢了进不去家里一个意思。 妈妈制作, 我华他把天天掉钥匙还好意思说, 但是他那个门根本就不算打不开的门, 还是看我来给你们表演一下, 首先放一扇门, 左边放滑动方块和加号方块, 右边放上两个减号方块, 门前放上性能产生器, 然后把多余的道具全给敲了, 最后给门做一个门框。 你们看, 现在门只有一半, 无论你怎么开都会被挡住, 根本进不去, 这不就是打不开的门吗? 不同人制作睡袋, 爸爸制作。 我寻思着, 吊床这玩意不是很容易制作吗? 既然我先出场, 那狗花妈妈这次必输无疑了。 首先, 我们在地上种一棵树。 种好以后, 在它相近的位置再种上一棵树。 接着, 拿出木围栏, 挥石台阶, 还有床, 在中间制作一个吊床了。 你们看, 我制作的吊床就大功告成了, 画在两颗鼠中间, 是不是和我们在现实中见到的一模一样? 妈妈制作。 狗华他爸做的那也太普通了, 我做的吊床比他的舒服多了, 睡上去可以说是一秒入睡。 现在坐上去把它给启动。 你们看, 我的吊床就大功告成了, 它会自动地来回晃动, 睡在上面别提有多舒服了, 就像是一张婴儿床一样。 不同人制作厄运方块, 爸爸制作。 制作一个小小的方块那不是很简单, 我最喜欢的就是坑人了。 这次我制作的厄运方块保证无人能逃。 首先我们在地上挖一个大坑, 接着在里面倒满岩浆。 再用图块把它给掩盖起来。 别忘了在中间的位置留一个洞口, 然后进去插件过。 选择一个你觉得最顺眼的方块, 把它的碰撞类型换成空气。 最后我们进入游戏, 把修改后的方块放在洞口就大功告成了。 现在这就是一个厄运方块, 只要有人走过去, 立马就会掉进岩浆里直接隔屁。 妈妈制作。 我华他爸那做的不就是个方块陷阱吗? 根本就不能算是厄运方块, 还是看我来制作真正的厄运方块吧。 首先我们在地上放上我们的厄运方块, 接着打开出发器, 点击事件, 点击玩家, 选择玩家进入区域, 把这个区域放在方块上, 然后点击动作, 点击道具, 选择创建投掷物, 投掷物类型, 选择雷电法球, 最后转换玩法模式。 现在, 只要走过这个方块就会被雷电击中, 这才是真正的厄运方块。 不同人制作流水灯, 爸爸制作。 哎呀, 今天终于轮到我大显身手了, 我可是几十年的电工老师傅了, 这次我肯定能得第一。 最后装上开关启动, 你们看, 我的流水灯就开始运作了, 是不是非常的好玩好看? 要是晚上看的话, 那更是漂亮十倍。 妈妈制作, 我觉得狗华他爸那做得太一般了, 根本就不像是流水灯, 我做的灯你们绝对想不到。 你们看, 我的灯就大功告成了, 上面的牛会按着指示牌一直转圈圈, 然后下面的灯就会像流水灯一样一直旋转, 是不是特别的有意思? 不同人制作生物变身器, 爸爸制作。 生物变身器那制作起来不是很简单吗? 我做的方法不仅可以变身还可以吃好吃的。 首先我们打开插件库, 点击生物, 找到生物牛, 把牛的外观模型换成你想变身的外观模型, 接着进入游戏, 拿出汤圆把它给吃掉。 你们看, 我这不就变身了吗? 是不是非常的厉害? 哇塞, 爸爸果然没让我失望。 妈妈制作。 我华他爸那做的生物变身器也太简单了, 我做的生物变身器比他的好玩多了。 现在我就教你们如何制作, 首先我们在地上放一个方块, 接着打开触发器, 点击事件, 点击玩家, 选择玩家点击方块, 然后点击动作, 点击玩家, 选择改变玩家外观, 外观类型换成随机外观模型, 最后转换玩法模式, 现在只要点击方块就会变身, 而且变身的东西全是未知的, 非常的好玩。 怎么感觉? 还是妈妈更厉害?